至少现在我们今天在这个场上边的 第一个让我们惊喜的是 老爷子自个儿就认错了 第二个看到希望的是 咱这个母亲口气已经不再像开始那样 不不不了 对吧 他也在学会点头了 第三 儿子也意识到了 他这里边应该起什么作用 三个人的分头的表现 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 这事有火 咱们都别把自己置于这种焦虑状态 一定是积极的想办法 来怎么解这个扣 我想无论如何 你们应该能想出一个办法 让老两口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过渡期 相对独立 可以接到我那儿 或者接到我姐那儿 这儿的一段时间可能会一种方法 对对 我想过这种方法 想过这种方法 是吧 所以你们姐弟俩 在这个事情当中 一定要积极的去促成他们这种 让父亲的这种回归这种心态 利用他这种颇切心理 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个回归的心理实现了以后 他那个要钱的愿望可能会有所下降 这样对你母亲压力就小 母亲这边啊 你一定要注意 其实父亲对您最大的不满意是您老刺他 老数了他 老挑他毛病 他找不着在家的感觉 对 我跟你说一句 最老百姓最现实的话啊 如果作为一个丈夫 在自己的家里边不被妻子所认同 你不欣赏我 有人欣赏我 结果就会是这个 你明白吗 所以呢 而且这么大岁数了 所以咱过去的事老账 阿姨您今天做一个保证 不再去翻他过去的老账 阿姨咱就说未来 如果再有 比如儿子也好 闺女也好 张罗大家在一块聚聚 吃吃饭 或者比方说 这马上眼看快过年了 是 咱在一块过过年 您会 您还数了老头不 不翻旧账 过去事都不提了 能做到吗 能 太棒了 给阿姨鼓掌 谢谢